我问你一个问题 是吧 孙悟空到底都有哪些本领 金箍棒 金斗云 七十二变 其实你一样都没有说到点上 我问你孙悟空有什么本领 我没问你他有什么财产吧 你说金箍棒干嘛呢 是吧 金箍棒是孙悟空的财产 孙悟空到底有什么本领 这得从他学过什么开始讲起 等我把原文中的故事讲给你听 你就知道你没有回答到点上 你说的那个金斗云 那七十二变的 那都是雕虫小技 孙悟空的本事 搭着呢 上一回咱们的故事讲到孙悟空 是吧 到灵台方寸山 邪悦三星洞 拜须菩提祖师为师 到底学习什么呢 那这要从孙悟空是干什么来的 说起他报考的是什么专业呢 你还记得吗 孙悟空为什么离开花果山 对了 孙悟空是来学长生不老的呀 孙悟空是跟菩提祖师来学长生不老的 这是孙悟空的专业 其实所有的技能中最难的就是这个长生不老 会了长生不老 其实其他的那些仙术都不在话下 七十二变是为了配合长生不老的 而金斗云其实只是一种出行方式 咱们这回就说说孙悟空学义 孙悟空拜师学义的过程 其实我跟你说这是一套路 在此以前在此以后 都有很多人走这个文学套路 甚至于你细想这是中国武侠文化的典型写法 侠客的人生其实和咱们普通人不同 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 其实和金庸笔下的那些侠客是相通的 首先侠客的出身就不同凡响 孙悟空是先开 侠客们我跟你说仔细研究都有家学渊源 他们后来成为后来的他们是一种宿命 想不发达都不成 中国人啊是把人生建立在遗传基因上的 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 没办法 侠客是一种血液问题 或者算是一种遗传性的血液病 然后呢 就是侠客是怎么获得他的技能 侠客们的绝技都是轻易获得的 侠客们要不是有秘籍 那就是有机缘吃了什么药 反正绝顶的武功 没有一样是通过锻炼得来的 孙悟空修炼什么了 没有吗 就是老师喜欢他传授了他一些口诀 于是就会了呀 和西方人相比啊 我们中国人文化中的这种洁净文化 就凡事都有洁净找窍门 这是中国人固有的思想 不自觉的就融入到了咱们的文学作品中 天赋一领再加上机缘巧合 侠客于是就获得了各种特殊技能 孙悟空是怎么获得通天法术的 咱们往下看 西游记是怎么讲的 西游记讲孙悟空离开南占布州去了犀牛鹤州 在这里寻找老师 找老师其实不难 是吧 孙悟空找到他师父不难 为什么这么说呢 老师是开学校的 是吧 他比你还害怕 你找不着他呢 须不提不但是 这个地区近人皆知的这么一个学校校长 还未来报考的学生安排了向导 什么神什么侨夫啊 反正反正类似的人吧 其实目的就是把你往学校引 孙悟空一路都有人指引 找到须菩提门前 猴子因为没见过市民 所以不知道这个大门怎么进 于是在门口呢 就晃悠了半天 最后还爬到一棵树上 说向院子里张望 就在这个时候出来一个道童 把孙悟空引进校门 说师父已经知道 有个毛利尔的学生要来了 这在当时是需要很高明的法术 一直到明朝 这都需要很高明的法术 但在今天这不算什么 是吧 一套最简单的门禁系统 就能达到这个目的 一个摄像头再配一显示器 就能看到门口发生了什么 须菩提祖师 西游记里猴子的师父 给猴子取的这个第三个名字 石猴 咱们说了 这是猴子的第一个名字 是吧 第二个名字叫美猴王 第三个就是须菩提 给起的这个名字 叫孙悟空 孙就是胡孙的意思 悟空这两个字呢 咱们咱们说过 这是这是须菩提在佛家时候的专业 我其实有时候啊 特别去特别愿意啊 去揣测 揣测一些事情 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你比如说 吴承恩为什么给猴子取名叫孙悟空呢 他和这个老师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是因为孙悟空是须菩提的学生 所以才叫这个名字的吗 肯定不是 因为孙悟空是主角 须菩提是配角 实际上正常的想法应该是 先有孙悟空这个人物的设计 后来挑选的师傅这个角色 我估计当年的吴承恩呢 是沿着这样一个轨迹 设计出须菩提这个人物的 而这部书的猴子是主角 实际上啊 咱们说 是先有的猴子名字 而后才为猴子找的一个师傅 悟空历史上确有这样一个和尚 悟空和尚 当年呢 而且这个悟空也和唐僧一样 是一位去天竺取经的和尚 但是他去天竺呢 应该比唐僧早 并且没有取得唐僧那么大的外交成就 但是他的名字也流传下来 历史上他的名字不出名 但是一般来说完成这样伟业的人是一定会给自己写一部传记 流传的 很可能吴承恩手中就有这个悟空和尚的传记 吴承恩手里的书比我们现在看到的多 所以孙悟空实际上一开始他就是有名字的 而且就有原人物原型的 就是这个真实存在的悟空和尚 孙悟空一开始就是叫悟空 有了悟空这个名字就让人想起了须菩提 佛家一提悟空 首先想到的就是须菩提 因为悟空是须菩提的专业 那他就是就是悟空的师父 至于为什么他是一个道士 这个咱们上回讲了 是吧 这不是这不是一个人为的创作 是在明朝那个时候 道教就是这么解释佛教的 吴承恩早年信道 所以须菩提是一个道家神仙 这是我的一点个人看法 孙悟空成才 须菩提老师说呢 是因为他聪明 但是所有人我跟你说都看出来了 这纯粹是老师偏心 其实神仙学习法术 就是靠背扣诀的 是吧 老师传授了孙悟空 就是一套口诀 你去想那些 那些侠客学到的本事 哪个不是靠走斜径获得的 孙悟空其实就是古人人生的一种 怎么说呢 最结界 首先他出身好 因为出身好 所以基因好 第二呢 机缘巧合 他遇到一好师父 第三呢 当别人都每天上山采气啊 辛苦练功的时候 他意外的获得一个收获 这个收获呢 别人靠 靠苦练一辈子 也追不上 你就 实际上这句话 怎么说呢 你啊 你就认命吧 你不成是因为你血统不好 是因为你命里啊 没有那种机缘 孙悟空学艺的过程 其实很有趣 是吧 孙悟空是留学生 但是丝毫我们觉得他没有语言问题 实际上的当时的东方世界 包括我们中国和中国人嘴里的西方 当时是有通用语言的 那就是梵文 梵文在西域几乎是通用的工具语言 唐僧就是先学梵文 我说的是历史上的唐僧啊 历史上的唐僧是先学梵文在出国的 他和各国交流 后来都是没有问题的 实际上按照须菩提的教学计划 那是先学伺候师傅 咱们习惯上说这叫 这叫你得先学做人 然后呢 然后学习理论 等理论学习完了 你会发现 哎呀 这些都是普通的学 真正的学问 老师是不会轻易教给你的 因为这些学问 是要给你开小灶上课外班的 老师给孙悟空开小灶 教给他的就是长生不老的秘诀 但是学到最后最难的 就是躲避三灾 怎么躲避三灾呢 这个时候就要分一下专业 那就是36遍是一个专业 72遍是是另一个专业 我们对于72遍有误解 其实受到动画片大闹天宫的影响 咱们认为72遍是能变各种飞禽走兽 那其实不是这样 这是这只是72遍中的一种下面的一个类 所谓的72遍 所谓的72遍多大精深 就是变化世间万物 只要是有形的都可以变 甚至于有形的都可以变成无形 按咱们现在的科学 我给你解释一下 所谓72遍 对我这个节目是讲科学的 所谓72遍是原子的变化 虚菩提交给孙悟空的是怎么改变 通过改变原子的结构 让一种物质变成另一种物质 72遍这个技术 我们现代人也是刚刚通过说离子加速器 这种东西获得一点点进展 孙悟空学的72遍 在咱们现在这叫高能物理专业 还有一种 另一个专业就是36遍 这也很厉害 实际上36遍和72遍没有高下之分 只要你用到极限 那都是一样的 区别是什么呢 36般变化是分子级的 物质还是这个物质 它能移动聚集分散重组 但是其实它不能改变 水还是水 我可以把别的地方的水调来 也可以把这个地方的水调到别的地方去 但是我不能把水变成钱 因为水和铜的分子是不一样 但是其实你细想 只要这个36遍能干的 这个72遍能干的 36遍都能干的 效果是一样的 实际上我们日常生活中 说说我打算变出一点钱来话 72遍可以把一本书变成钱 书没了 变成钱了 36遍呢 36遍不能这样 但是它能把你兜里的钱 变到我这儿了 钱不会凭空来 但是 它会移动 老师最后让孙悟空学 你是学化学 化学就是36遍 你是学化学呀 你还是学高能物理呀 孙悟空最后选了高能物理 我学72遍 孙悟空到这里 才真正成为方寸山大学 长寿系高能物理专业 虚菩提菩萨的硕士研究生 改变了一切 学会了72遍 其实孙悟空就算结业了 他就已经长生不老了 但是还有个东西必须学 那就是腾云驾雾 这算老师赠送的 老师送给学生一个交通工具 这是额外的 是纯特外的 算第二学位吧 是吧 金斗云啊 其实是一种特殊的设计 专为孙悟空设计 就孙悟空这个 因为身体原因 就他那个腿啊 看来神仙都治不好 他是拐子腿是吧 所以他驾云呢 总是走不远 三里地就不能飞得再远了 老师给孙悟空设计了一个动作 孙悟空这样 就以这种腾云方式就叫金斗云了 因为这种姿势对了 所以一下子就能就能飞得很远 据说孙悟空一个跟头是 是十万八千里 这个在地球上用不上 地球周长四万公里 你能飞两万公里 就就足够飞到地球上的任何地方 是吧 说十万八千里 五万公里有多远 连翻十六个跟头 你就到月球了 孙悟空的能耐 就这么大 有他咱们的嫦娥计划就省事 孙悟空就是这样 在须菩提那里学到了长生不老之术 学成之日返回家乡 孙悟空曾经表示 希望继续啊 在须菩提这里读博 读博士 但是被老师拒绝了 老师认为这个学生啊 他学术能力太强 但是思想上太可思 将来会给自己闯祸 比如说妈妈北大的教授啊 什么的 所以老师是把孙悟空给赶走了 你听好啊 因此可能须菩提菩萨 也没有给孙悟空注册过学位 所以后来当孙悟空到了地方上以后 阎王爷不承认孙悟空是长生不老专业毕业 不承认他的职称 还把孙悟空教学要按照普通人那么处理 这个就是就是留学一个重大的问题 一个是你去的那个学校 他有没有自制 是吧 所以他有没有自制发这个硕士毕业证书 他有这个姿势 还有一个咱们国家承认不承认他们这个学历的问题 孙悟空的学历最后其实就不被承认 但是但是毕业的时候孙悟空不知道这些 反正假期金斗云就就回到了花果山 于是一场学历风波爆发了 好了 咱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一回咱们讲孙悟空的学历风波 咱们讲孙悟空的学历风波